祖山政公所照顾地方长者不遗余力 除了自109年起 协同多个社区 成立长者健康促进站之外 今年度也成功争取经费 在中央社区设置银法健身俱乐部 日前公所也召开记者会 说明今年度 长者健康促进站执行规划 并隆重办理银法健身俱乐部 揭牌仪式 那其实我们今年 健康促进站已经是第三年了 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健康促进站有比较晚伴 那自7月4号开始 我们健康促进站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在运作 那同时今年因为我们 祖山政这边有 荣获卫生局补助一个 银法俱乐部的一个重训设备 那也同时结合我们健康促进站 一起来中央这边 就是我们在这个旗程里面 会有健康促进站的人 那一堂课来这边上 那让他们体验这些 重训设备 能够在祖山镇设施 银法健身俱乐部 县福卫生局也是希望 透过当中的重训健身器材协助 帮助长者维护健康 长者健康促进站的计划 那我们这个计划主要是 我们推广我们的长者呢 可以多多的一些运动 让自己的一个身体比较健康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今年开始 县政府卫生局这边也积极的 跟中央来争取 经费来建制我们的银法组俱乐部 可以采购一些适合长者的一些健身器材 让我们长辈可以 除了平常的活动以外 藉由这样的一个健身器材 可以让我们的肌力啊 或者活动力 领潮力 跟它的平衡的部分可以提升 让我们南投县的一个长者呢 可以一个健康的老化 先月女号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积极争取 协助更多社区 来设置银法健身俱乐部 造福更多长者 银法的健身俱乐部 现在第一个站在我们中央社区 也是让许多社区的长辈 先来熟悉这些器材 还有让健身教练来 指导我们的长辈 如何运用这些器材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在 不管是工作的争取 或者是我们议员 来一起向县府 透过向中央圣语 或是拍配款的方式 把这样子的一个银法的健身俱乐部 可以在其他的社区 陆陆续续来增设 解除许多社区的长辈 还也能够有一些健身器材 相信在社区更乐活的一个环境 让长辈能够更加的开心 那也就能够健康吃巴黎 还让祖山的社区 有更蓬勃的发展 议长和尚丰肯定公所的用心规划 也期待透过各个长者健康处近战 以及银法健身俱乐部的协助下 让地方长者都能够享有 更好的观察与照护 记者卢与凯 祖山采访报道